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报告站会 警报从二轮传来的 我们正在寻找发生的位置 所有的办公室 检查了没有 有西领事在办公室谈事情 我们无法进去 送九帅进去 顺便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結果肯定了 绸曲 你两个 Guid剑 发生的话 可能公司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我的包本 你 你 放手 放手 怎么回事 外面反锁了 你放给我 易小姐 我爱你了 你夹给我吧 我要你 干什么 与寒戏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对呀 这是什么事啊 对呀 这是什么事啊 这好多的 怎么了 我要出去 为什么要拦着我 对不起 警方稍微解除 暂时禁止任何人出炉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照片 你让我出去 是出事 该死 易小姐 易小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张探长 大祖阁下 看来是虚惊一场 报告 报告 大祖阁下 我们三楼的值班人员被人杀害了 实体被遗弃在当事 是 集药室那边有没有遗伤 那倒没有 只不过在我方人员检查完之后 发现唯独少了黑龙汇的资料 黑龙汇的资料 那倒是无关集药 大祖阁下 敌人应该现在还在现场 应该进行全面的搜捕 大祖阁下 我方外卫巡逻人员一死一伤 并且在围墙上 发现了有人盘爬的痕迹 通知下去 现场的人 除了各国的领事 对其他人都要进行检查 不过要悄悄地进行 不要太过张扬 是 您好 需要队二位进行检查 请你们随我去房间 请您配合一下 易小姐是受害者 也需要检查吗 是的 任何人不得例外 请 请 跟我来 这边 来 老婆 你看 来 他也是来救人的 赶快找人通知他 不行 来不及了 日军已经来了 准备山洞 快 看看 真不是洋人的玩意 是这个干嘛 特别的 干嘛呀 干什么 你什么人 借用一下 干什么呀你 站住 回来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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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老马 掩护我 我去保护那个女孩 好 我掩护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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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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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走 同志们 速斩速军 冲 救我 撤 经理战场 快 先去雪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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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 跟我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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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蛋 彩儿 彩儿 太好了 彩儿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怎么会呢 我怎么可能放弃你们呢 我说过了 我一定会来救你们的 我表哥他 没有哥 伯伯 走 你表哥已经为他的罪行赎罪了 他是好样的 同学们 我们为了找到你们 可花了不少力气 我们为了找到你们 也花了不少力气 别说了 敌人的援局马上就到 同学们 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到延安 参加革命 愿意 我们愿意 你们愿意 小心 不愿意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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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 还行 撑得住 不行 你伤得太重 需要马上手术 不行 这是枪杀 不能去医院 只能到更具体 可是 路上太远了 恐怕来不及啊 我有办法 我家的码头离这儿不远 你们可以先去 我去找我姐 马上过来动手术 你家的码头 对 那你是 唐汉采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王班长 到 立刻组织队伍 安全保护同学们权离 是 采儿 你们先走 我会去找你们的 同学们 好 走 走 忙忙 坚持住 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我带着马相同同志 去往汤氏码头 你去生马力医院 找你姐帮忙 你认识六叔 这些以后再解释 现在救人要紧 快 走 走 我觉得那个约翰逊 有很大的嫌疑 约翰逊 只是一只发情的公狗 他偷黑龙会的档案 做什么用 那么 那么 就是那个女记者 故意安排她 故意安排 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 她已经被约翰逊给强暴了 难不成 有女人会为了一份 毫无价值的档案 被人在办公室强奸吧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那么多有价值的档案 他们不拿 为什么要盗取 黑龙会的档案 山田 你有什么见解 这个我也不清楚 大祖阁下 大祖阁下 迟到你连敲门都忘记了 对不起 大祖阁下 发生了紧急事件 什么事情 押送学生前往矿上的 车辆遭遇突袭 我们的士兵全部遇随 是什么人干的 从现场留下来的痕迹来看 好像是共产党的幽击队 老马 坚持住 老马 坚持住 坚持 朱先生 他怎么样 还能坚持 外面我已经查过了 一切正常 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财儿去找兰儿帮忙 我担心兰儿会不同意 你放心吧 如果是我去救她的话 她不一定来 财儿去的话 兰儿一定会来的 不行 我不答应 姐 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对方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 你怎么就能不救她呢 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救你的人会中枪 姐 救人如救火 你再这么拖下去 她会没命的 那也不行 这种事情如果被人发现的话 不光是你我会有麻烦 咱们唐家也会受牵连的 反正我的命是她救的 你要是不救她 我就把这条命还给她 我死在你的面前 你干什么 你这不是逼我吗 你救不救 彩儿 好 好 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赶紧把剪刀放下 放下 小夏哥哥 你回来了 财儿回来了吗 没有啊 他一般都很晚才会回来的 你吃午饭了没有啊 给你做了好吃的 人呢 这么晚了 小夏还没有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放心吧 影视馆一枪未开 证明她已经安全撤离 与她的身手 不会有事的 那倒也是 一鸣 我真的没有发现 你点演技这么好 约翰逊跟那些日本人 都被你给骗了 你这不当演员 真是可惜了 那是 小夏回来了 小夏 小夏 你这叫得可真够亲切的 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小夏昨天跟我说 要去你救他的同学 我当时劝他来着 结果你没劝住 对吗 我刚才去找他 发现日本人的车队 确实遭到了袭击 但是他们的大部队都在 我无法看清楚 彩儿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我都没有回家 彩儿她既然自有天相 不会有事的 都怨我 我明知道彩儿的脾气 是劝不住的 可是我心里惦记着 今天的行动 有心存侥幸 早知道这样 我就应该留在唐家陪着她 或者陪她一块儿过去 你别着急了 也别自责 先找到彩儿再说 你说得没错 走吧 到 景祖 鹑子 擦汗 是给我擦汗 行行行 姐 马先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别说话了 先走 来 张团长 这今天刮的什么风啊 竟然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 我刚好来这边办点事 路过嘛 就过来看看你 我本以为啊 你会挺忙的 没想到 你看起来还挺清闲的 清闲 领事馆被盗 押送学生的宪兵 又遭到伏击 山田他们 这会儿正在商量对策 估计过一会儿 就有得我忙了 领事馆这件事情 我听说了 这怎么会有人 去袭击宪兵队呢 说是游击队干的 押送的宪兵全部阵亡 只找到一个学生的尸体 那有没有说完 那个学生是男是女啊 你怎么会关心这个 这男的就无所谓了 要是女的 不就可惜了吗 也是啊 是个男的 还是山田课长 特意布置的眼线 那真的无所谓了啊 你也别乱了思绪 想想彩儿 平时都会去些什么地方 她平时除了跟同学见面 也没有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就挑人多的地方找 肯定能找到彩儿 六叔 这彩儿做事冒失 您说您怎么 也失留这么危险的人物 在码头 万一要给日本人 或者特务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朗儿 说句心里话 六叔答心里佩服这些人 要不是他们 跟小日本 拼死拼活地干 中国不早就亡了吗 要不是他们 我们能把小日本 打出中国去吗 朗儿 难道你想一辈子 是小日本的欺负吗 我当然不想了 我也想日本人 早日被赶出上海 赶出中国 可是光做着想 是永远办不到的 我们只是帮他们的忙 他们却在拼命啊 我知道了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事情 不要让彩儿到医院来找我 他太冒失 有什么事情全挂在脸上 好 以后有事我亲自去找你 对了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 在家里多备一些药品 一杯急需 好 我知道了 朗儿 谢谢您 六叔这会儿都跟我见外了 我们是一家人吗 对 那我先走了 六叔 好 入上小心 朱先生 等马先生好了 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离开 去延安啊 你去延安做什么 当然是参加八路军 参加共产党了 那我问你 如果我同意你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但是要让你留在上海工作 你愿不愿意 我千辛万苦找到你们 就是为了能够离开上海 去延安参加革命 不去延安 我不同意 其实留在上海 也能参加革命工作 在上海也能参加革命工作 平时我就发发传单 搞搞宣传什么的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些宣传工作 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宣传工作 才对国家民族有信心的 才积极地投入到抗日工作出来 而且咱们还可以利用上海有利条件 为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提供药品跟物资的帮助 还可以掩护那些爱国人士 离开上海 难道这不是抗日工作吗 这个还挺好的 不过这些事情我之前都没做过 我担心我做不好啊 这点你放心 六叔之前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如果你同意的话 以后你就做我和六叔之间的联络人 有什么不懂的我和六叔都可以教你 太好了 那我今后就是一名革命战士了 但是我提醒你 作为一名革命战士 你必须要服从安排 听从指挥 你 不能像以前那样 愿意妄为 有什么事情必须向组织汇报 是 说什么呢你们 这么高兴的 别影响马先生休息 刘叔 你瞒着我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也忍心啊 你这丫头 现在还埋怨起我来了 你瞒着我到处去撒船单 劫秋车 六叔现在想起来 心里还后怕呢 好了 今后啊咱们就要在一起做事了 有什么事的话 我会单独跟彩儿联系 但是 马向东在这里不安全 麻烦六叔 给他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疗伤 这你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彩儿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不然 你阿爸该担心了 对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回去之前把自己 好好拾到拾到 你让他引起怀疑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去吧 注意安全啊 朱先生 看马先生现在这个样子 情况比较稳定了 应该没有大碍了 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或许彩儿已经回家了 要不我们回唐家看看吧 不行 再找找 说不定她就在下一个街角 其实你是害怕回到唐家 还是没有彩儿的消息 对吗 如果彩儿有什么意外 那都是我的错呀 彩儿 你上哪儿去了 我一直在找你啊 你干什么 我跟你很熟吗 你怎么了 看到你没事 真的是太好了 当着你女朋友的面 对我做这些事情 你就不怕她难堪啊 我女朋友 她不是我女朋友啊 不需要解释 我只相信我看见她 我亲眼所看见到 彩儿 够了 你对我说的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啊 对啊 你女朋友就是重要的事情 我真傻 我还求着你 我 我太不自量力了 彩儿 彩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是啊 不是我想的什么呀 你们不要再欺骗我了 你请我愿的事情 你们怎么就不能公开呢 彩儿 你是误会了 不开是你误会我了吧 我不要再耽误你们俩了 再见 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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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彩儿对你的误会 真的很深 这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她能够平安回来 其实你有没有为坤哥想过 今天她知道彩儿遇险的消息 担心的程度不比你差 我知道她是唐家指定的女婿 不用你来提醒我 可这都是事实啊 你如果跟彩儿 再继续发展感情 你跟坤哥之间怎么相处 你跟唐爷之间怎么相处 你让彩儿又怎么自处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是你 我会先把感情放在一边 集中精力为家人报仇血恨 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说得没错 可是我总是见到彩儿 让我怎么能集中精力 也许离开唐家 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 彩儿 这一天你都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担心你啊 坤哥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呀 我把整个警察局 还有那些特务科都跑遍了 都没有你的消息 可是我 我又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我只能在这儿等 坤哥 还是你对我好 他们都是骗子 他们都是骗人的 彩儿 怎么啦 你哭什么呀 好了 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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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哥 他们都骗我 他们都是骗子 有我在呢 别哭了 好了 别哭了 好 我刚到上海认知时 对治理上海充满信心 认为用不了多久 一定能够把上海 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 真诚的领地 现在看来 远没有那么简单 戴苏阁下 是属下实质 您不必自责 康日分子层出不穷 确实让我们防不胜防 十道军 对于伏击押送队伍的游击队 你们宪兵队 应该派兵围剿才是 山天军 我宪兵队的兵力现在 维持上海的治安 已经拙今见证 至于围剿游击队 还得请华中方面军 派进军队 好了 围剿的事情 交给华中方面军 去考虑 至于上海治安的被动局面 山天 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神秘刁客 他已经成为上海抗日分子的 一面旗帜 我一定 要把这面旗帜 彻底地拔掉 好 好了 别哭了 如果我是你 我会先把感情放在一边 集中精力 为家人报仇学恨 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说得没错 可是我总是见得在 让我怎么能集中精力 也许离开唐家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骗子 骗子 你就是彻多彻尾的骗子 晓晓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师父 打算 我是来向你们刺刑的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查找我身世的线索 现在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 那也不用这么着急离开吧 好不容易有了家人的消息 我想立马赶过去 好啊 既然这样 我让你柳叔送你去啊 你一个人在外边 师父还是不放心的 师父 又说这么忙 就不必麻烦了 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一个人可以的 非常感谢你们唐家这段时间 照顾这小夏 你这孩子呀 天生出这么多的礼数 过段时间你找到了不就又回来了吗 到时候我做赵元斗等你回来 谢谢大嫂 水月 拿下钱来 这 这就不必了 在家前日好 出门一日难 这点你听你师父的 好啊 二小姐 小夏哥哥就要走了 你不过去送送他吗 他总是这样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过几天不就又回来了吗 我才不要送他 这次可不一样了 我看他呀 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完了 并且这一次回不回来 还真不好说呢 都收拾好了 那也行啊 都落得眼前清静 小夏哥哥带你这么好 你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呢 师父 真的是舍不得你走啊 来来来 把东西都拿好了 小夏 小夏 忙完你就早点回来 如果我不回来了 还是大哥你自己做得好 你这是什么话呀 这是你的家 哪有离开家不回来的道理 是啊 啊 阿牛 彩儿呢 我说了她不肯出来 这孩子又犯什么毛病 师父 没事的 我就先走了 你们请留步 不 我们一起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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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好 这么熟我 好像蛇 有吗 还蛇 的 你们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从唐家搬出来 以后行动可以方便一些 唐家他们 没有问你搬出来的原因吗 我跟他们说 我找到了家人的线索 对于这一点 他们一直深信不疑 住旅馆的话 行动不方便 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 就搬过来 希望你不要介意 只要你不嫌这里简陋 我怎么会介意呢 你搬出来别人不怀疑 彩儿没问你吗 他好像并不在乎这件事情 对了 黑龙会的文件你带了吗 我一直带在身上 希望从里面 可以查出杀害我家人凶手的线索 我请你二位 虽然是暂住 但也不要太过简陋 等我有空的话 再帮你添置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好 不用麻烦了 我不觉得麻烦 这小夏一走 还真有些不习惯 别看他平时不怎么说话 而今一走 还真有点冷静了 可不是吗 也不知道小夏什么时候能回来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种人有什么好挂念呢 彩儿 怎么说话呢 也不知小夏现在怎么样了 我吃完了 都是你 都是你 怎么样 有什么新发现 很多关键性的材料都已经缺失 只能从中找到邪端尼 看来还是有线索的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 黑龙会跟日本领事馆 制定了一个风铃计划 而行动的目标 就是轻木直一 可是 这当年参加这计划的人的名字 都已经被涂抹得看不清楚了 那这么说 就没有线索了 当时日中已经开战 这档案里记载着 黑龙会向日本领事馆 请求协调兵力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这个山田担任理事馆的武官啊 他绝对是知情者之一 甚至有可能是主谋之一 可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 当年的风铃计划 被认定为失败 那是不是轻木还有可能活着 或许他们要找的那笔钱 现在依然存在渣打银行 这个只有山田自己才清楚 要想解开这个谜 只有一个办法 活捉山田 现在刺杀他都这么困难 想要活捉他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以前或久不可能 可是现在他已经心浮气躁了 早就失去了往日的冷静 这是因为他过于自负 屡遭挫折之后 急于成功变成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他这个弱点 你说如果我现在 想办法去袭击他 会不会点燃他的怒火 不仅是他 还有景川 现在只要让他们两个感受到危险 他们就会补补一切地追杀你 这个时候 你就设好圈套 等着山田接耳进来 活捉山田接耳是一场博弈 我们需要耐心走好门一步起 我报社还有事 我先走了 那你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消息 我们过来通知你 如果我离开这里 我也会通知你们的 你这次出来 草儿真的没有询问你出来的理由 是的 这样也好 省得你以后行动 总是要费尽心思骗她 那你先歇着吧 我先走了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等我 小沙为什么离开唐家 你以为我会知道 直觉告诉我 这件事跟你脱不了关系 小夏离开唐家 最有力的人是你 这样你才有把握 让彩儿回心转意 同意跟你成婚 你也更有把握 能跟小夏在一起吧 你是怎么说服她的 以她的性格为人 不是我能够说服的 我只是说了一些实情而已 至于怎么做 还是要看她自己的决定 都是你 应该多关心一下唐家大小姐才对 你说得对 这或许是件好事 哪位 找谁啊 过路的 口渴了 借口水 快进来 马先生 您的烧事怎么样了 好 凡人 你怎么能够说 这不是 我才能够说 你这么做 你怎么能够说 你不是要够说 你怎么能够说 你怎么会 说 这是我 你得了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救了我 要说谢谢 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